大家好,我是哲瑋,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碳會成像這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其實也是從今年度開始 近期比較核心參與的幾位成員包含我 然後仁平、威榮、Tracy、雲翠 還有守傑、顏偉、威凱 那我們在其實這個專案的主要的想法是說 我們在12月22日的時候會有一個線上的分享 所以或許待會今天也可以來找我交流 那或許下週、週三的時候也可以來再一起討論 主要是我們把公有土地、公有資產這種空間形態做一些區分 這區分的目的是希望我們想知道某一個公有資產 它可以對應到什麼樣的減碳的措施 那減碳措施可能有光電類型 或者是自然資源的固碳的碳會類型等等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架構之後 我們就去蒐集說 例如說去支持某一些減碳措施的文件跟個案 還有對應到的資料集 可能因為我們總是要盤點一些具體的暗場 那匯整成一個關聯的架構之後呢 就可以比較容易的去查找 所以我們先用一個AirTable的文件 整理這些相關聯的文件跟架構 這個架構就可以讓我們套用在具體的都市地區或者是鄉村的環境 舉例來說大安區我們就去找找看公有屋頂 但是沒有狀況電板的位置在哪邊 或者是有一些開發案它的位置在哪裡 那就可以套入一些研究上的一些樹脂概算 那另外在比較鄉村跟地方裝成的情境的話 我們就找吉安鄉跟壽豐鄉 那它的地景比較多元有森林有海岸 還有這些養殖區 所以各種地景的區位對應到哪一些的種類 我們就嘗試在這兩個行政區去試試看對應的結果 那我們來進一步做一個 把這些盤點結果做一個簡易的線上查找的網頁 那當然就是我們預想說你可以從簡單方式來查詢 或者是其他投資者或者是行動者比較關心的一些面向 那近期今天我們就想要繼續聚焦跟縣市政府來洽談一些合作 那我們預計會跟桃園市還有台南市來談談說 我們剛才這樣的方法市政府的角色 可以做什麼 那所以今天是想邀請大家如果對於桃園跟台南 對這種公有資產碳會潛能盤點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這個專案參與 那還有就是22號的時候我們會再把這樣的構想 畢竟我們沒有那麼嚴謹 所以我們還是會跟一些學術研究者 還有獨自規劃的專業界在做一些交流跟討論 那進一步如果你對於這個減量方法學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一起來盤點說國內還是有缺少一些減量的方法 那我們有一位成員也是熟悉日文跟日文政策 所以目前其實這個日本政府針對地方創生 也有整合一些簡單的行動 好 以上是我的講解 謝謝 好 那謝謝整位